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淨宇 今天是2024年3月29日 星期五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據報今天頗誇張 北上人潮迫爆上水站 現場排隊超過100米 另邊廂 港珠澳大橋更加罕見地塞爆的士 車等等 據報現場等多久 華西利負節價一來到 大家便不想消費 最新情況如何 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朋友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不想人潮迫爆上水站 入閘的人籠牆超過100米 網民說 嚇到我沿路回家 報導幾內問題到了 福福節四日長假期 今日3月29日展開 截至今日早上10時 入境處公佈 各口案出入境的人次 約28.2萬人次 其中出境人次接近24萬 另邊商入境人次超過4.2萬 星島頭條的記者在12點多到達上水站 上水站外人頭湧湧 人籠長達100米 不少市民 扶路攜憂 拖著行李箱在C出口外排隊入閘 一度排到C出口外的的士站外 A出口的入閘機也需要排隊入閘 不少今早親身經歷不上人潮的網民 都在網上帶身 有些更加直言 嚇到我沿路回家 亦有人慨嘆 港人報復式不上 但南下消費群欠奉 亦說不上多一分乘客 香港就少一分食客 另邊商港珠澳大橋人潮迫爆 根據HK01的報道 復活節港人大遷復 港珠澳大橋人潮迫爆 深圳灣大橋罕見塞爆 等超過一小時 報道機內已經提到 復活節假期今天開始 大量港人不上消費 上週時段各綠路口岸已經出現港人不上大遷復的景象 迫爆關口 人頭湧湧 當中運輸署上週已經宣布 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和深圳灣非常繁忙 要留足夠的交通時間 另邊商亦有相關報道 另一記者到了上水站外面 看到人籠很長 有港人說香港消費得罪港據 太貴 當中內文提到 不少港人趁著連假 即連續假期回亨 探親和拜登 黃先生和太太到潮州探親 預計會逗留四天 他就說原本預計會先到深圳吃下午飯 再搭高鐵到潮州 但現在都不知道要用多少時間才能過關 就說上去那麼多人 回來都頭暈 下來一樣那麼多人 假期香港人走上去 被問到怎樣看香港人不上熱潮的時間 他就說香港消費得罪港據 太貴了 他表示開關後不時平日都會到深圳玩 因為有長者落油卡優惠都只需2元 在內地買東西也較便宜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和HK01的報道 各大綠路口岸都失爆 港珠澳大橋甚至要等一小時才能消化車籠 另邊商有01的記者到過現場 有市民說香港消費得罪港據太貴了 另邊商有星島日報在網上看到有人留言 就說嚇到那些人沿路回家 看來今天各大口岸逼爆 到晚點時間才能拿到最新數字 究竟今天有多少萬人離開了香港 而當中不上又會佔多少的人 另外亦講講其他本地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尖沙咀的士 撞樹 坎登柱格 頂包移雲 乘客即場吹波波 超標超過3倍 目擊者說送院者才是司機 警方調查過後 拘捕了一個送院的人涉及危險駕駛 報導機內文提到尖沙咀發生頂包移雲交通意外 在今天3月29日凌晨1時半 一部載客的的士圓柯線顛道往紅磡方向行駛 近軍營的時間突然失控橙上左邊行人路 撞斷了一棵樹後再撼登柱 的士車頭嚴重損毀 救門人員接報到場時 車上一名男乘客對提問知不已對 警員有所懷疑而向他進行走證測試 結果達到70度 另一個男子就頭部受傷送院至你 現場消息指的士正在意外過後被人收起 現場消息指的士正在意外過後被人收起了 有目擊者說在場吹波波的男人並非司機 送院那個才是頂包的疑問 而警方也察覺兩個人的口供不進不實 不過最終未能確定有關指控 男乘客獲准離開 而送院的男子稍後把安排進行血液的樣本測試 以確定是否曾經喝過酒 警方經調查過後指的士員阿士甸路往紅磡站方向行駛 到七咸道南交界失事 是葬燈柱和樹 人員接報到場經調查 姓蘇的司機60歲 涉嫌危險駕駛被捕 姓業的65歲男乘客沒有受傷感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大衛的獨立屋遭到爆死 44歲的女子不見了45萬元的財物 警方追緝賊人 報導的兩名提到大衛發生爆竊案 日前3月28日晚上9時 44歲姓珍的女子返回沙田嶺路獨立屋住所的時間 發現有被搜尺痕跡 懷疑遭到爆竊 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經住戶點算過後 相信有約摩2萬元現金和價值約摩43萬元的珠寶首飾被偷走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即是繼續爆竊 不要以為紅人就休息 這幾天負折價 賊人不會休息 最新情況又到大衛 各位老友記多加留意家門戶安全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東涌單位起火 女護主燒傷 有4隻貓死了 超過100人疏散 另外有2名女子不惜送丸 報導的內文提到東涌發生火警 在今日3月29日早上近6時半 如太苑如英國一個單位裡疑似電飯煲起火 冒出滾滾濃煙 消防員到場出動一喉一煙舞隊 到早上約摩7時將火救息 期間消防員將姓孫58歲的女護主救出 她的面部右肩耳朵被燒傷 傷勢較重 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治理 而大廈另一位姓吳65歲的女子 還有一名80歲姓王的婆婆 報稱吸入濃煙不息 兩人都送北大如山醫院治理 消防在大廈裡救出4隻貓 牠們混身濕透 其中一隻皮破肉裂明顯死亡 消防員為另外3隻貓作急救 施行心外壓 可惜最終3隻貓都沒有氣息 由愛護動物協會人員到長線後 現場消息說約沒有85位居民自行疏散 落樓避險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四隻貓都送命 當時據報單位電飯煲起火 另一邊雙場火很大 導致相關傷者的傷勢較預期中重 希望傷者盡快好 也感謝消防員的幫忙 另外也提及這單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赤立角亞洲空運中心對開 海面驚染男性浮屍 消防罵起調查 報導的內容提到 今天3月29日上午 接近11點 警方接報赤立角亞洲空運中心2號的空運貨站對開 有人形的物體在近岸寸的海面飄浮 消防員到長將一名年約30至40歲 身穿黑色外套、藍色牛仔褲、白色波鞋的男子撈上岸 經檢驗證實他已告不致 警方正調查死者身份及到海原因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願死者安息 年紀相對輕 估計是30至40歲 未知死者身份還要有待調查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